这是并不四妹的隔离区 法律秩序已经不复存在 幸存者仅存的念头就是活下去 13天前 一群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亚历山大市中心医院 这是班级组织的给病人送温暖活动 可他们并不知道 医院中有着怎样恐怖的存在 一名面色惨白的医生 在隔离室中剧烈咳嗽 看症状像是流行感冒 医生回想起 他曾经和一位有着相同病症的男子 共用过一支钢笔 难道是被他传染了 这件事很快引起疾控中心的高度重视 因为身患重病的男子 是从中东地区偷渡来的 他身上很有可能携带极度危险的传染病 城市领导们起初还不以为意 在现场有说有笑 直到一位女士的到来 她是国家卫生部的金发姐 专职处理紧急的公共安全事件 她的出现说明这起感染事故 要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中东男子表现出高度发热症状 伴随剧烈咳嗽 每多久主治医生和他的男友 以及两名护士都出现同样症状 也就是说 凡是和病人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人 全都感染了 病毒的传染力之强令人泽舌 更关键的是 这还是一种未知病毒 为今之计 只能先将医院隔离防止扩散 并找到这位离开医院的中东男子 区域最高长官莱克斯少校 当即指派好友兼下属捷克 前往追查他的下落 同一时间 这群学生活动完后 正准备乘校车回学校 忽然有医生跑过来通知他们 所有人不能离开医院 孩子们随后被安置在一个独立房间中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回去 得等待医院的通知 另一天的杰克 很快锁定了0号病人的去向 他出院后正是被眼前的帽子男接走的 帽子男是病人的小叔 好在他从医院出来后 一直待在这里没有出去 家人们很不解 只是普通感冒而已 为什么要将他带走 中东男惊慌之下 拼命朝外跑去 幸亏门口还有警察守着 不过却被病人吼了一眼唾沫 杰克很快将中东男子带到医院 上交他的随身物品后 杰克正准备离开 却被医生告知 医院已经封锁 必须得解封了才能出去 就在这时 学校老师凯蒂过来求助 说有两个学生不见了 可能去实验室看小白熟了 杰克主动表示和他一起去 二人一路畅通无阻来到医院最里层 经过移出房间时 居然看到两具无人问津的尸体 随后医院负责人向高光汇报 这是史上最恐怖的病毒之一 它能导致患者脑组织病变 出现狂躁现象 随后便会大量出血 下午4点29分 林浩感染者死亡 他的主治医生以及男友纷纷死去 非但如此 和林浩病人住在一起的叔叔一家人 全都出现感染症状 院方已经确认 这种病毒属于轻流感变体 传染性极强而且致命 更让人意外的是 从林浩病人的随身包裹中 找到一瓶生物之际 金发姐开始怀疑 这是来自国外的生物恐怖袭击 当即决定实施最高等级的隔离措施 各部门立刻开始执行 刚刚到站的列车 连门都没开就再次启动 所有乘客被告知 站台即将关闭 以医院和林浩病人叔叔家 为中轴线 方圆10公里内的区域即将封锁 区域长官莱克斯 立刻打电话安慰好友杰克 会想办法把他调出隔离区 此时的杰克很崩溃 他刚刚和老师凯蒂 一起找到两名失踪的学生 可刚出来就遇到一个医生 在自己身前剧烈咳嗽 这可把他吓傻了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医院 十分气愤 莱克斯给自己安排的倒霉任务 可金发姐告诉莱克斯 从现在开始 禁止任何人从隔离区域出入 很快隔离区连接外界的主干道 全都被围栏封死 两侧的居民议论纷纷 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时候金发姐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才让市民恍然大悟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号召大家务必待在家中 不要外出不要聚会 病毒只能通过体液传播 潜伏计为16到48小时 如无意外 隔离将在48小时后解除 封锁来得太过突然 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医院中的警察解克 看着隔离病房中的感染者 心都凉了半截 其中一位就是在自己面前咳嗽的医生 许多人也因此被迫流落街头 与亲人分离 心怀不满的民众 站在隔离栏外表达着自己的愤怒 莱克斯费尽口舌 也无法安抚众人的情绪 只能下令强行封闭最后一道围栏 可他立马发现 自己的女朋友居然在隔离区内没有出来 莱克斯呼唤着他的名字 可惜护栏已经空点 就在这时 他发现属下和一名男子发生冲突 跑过去询问才得知 对方女友正在里面 他想要进去和女友一起 莱克斯安慰道 自己的女友也在里面 可为了全城人的生命安全 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隔离条例 隔离区外的联合指挥部已经忙成一片 金发姐觉得当务之急 就是稳住隔离居民的情绪 让他们乖乖待在家里 避免出现群体感染 另外就是看护好几名已知的感染者 不让他们继续扩散病毒就行 院方负责人告诉大家 现在的确诊病例有9人 分别是0号感染者的5名家属 2名医生和2名护士 全部都在隔离当中 莱克斯这才放下心来 他先是给女友打个电话 让他务必待在公司 哪里都别去 更不要和任何人有密切接触 接着他又打电话 安慰好友杰克 刚刚医院负责人已经确认 杰克并没有感染 让他放100个心 这可并不足以消除杰克心中的怨念 他一边抱怨 一边翻看0号病人堂弟的手机 无意中看到他和一位白发女子的合影 这名警察背脊有些发凉 医院居然漏掉一名病毒接触者 此时白发女子已经出现感染症状 联合指挥部的众人瞬间炸锅 如果白发女子正在隔离区外 后果不堪设想 可市民们都没有健康吗 想要查清白发女子的行动轨迹 几乎不可能 杰克拿着照片询问0号病人家属 可对方现在满心怨念 表示就算知道也不会说出来 一位大婶还算配合 说他只是儿子刚认识的女友 三天前参加完家庭聚会就离开了 莱克斯从户籍信息中 查到白发女子的住址 立刻带队去找人 可女孩父亲告诉他们 他昨天去参加派对 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下更麻烦了 女孩的手机在昨天下午就关机了 好在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 是在隔离区内 莱克斯翻阅无数监控 终于发现疑似感染者 上了一辆白色轿车 一路追查下来 轿车最终停在了一栋建筑前 万幸的是 当时隔离护栏已经建成 说明女子还在隔离区域内 众人纷纷松了口气 更加幸运的是 那辆车子直到现在还没移动过 隔离区内的杰克再次担负起众人 带着两名医护人员 来到白发女子所在的楼洞 发现许多人是倒在客厅 地上到处都是酒瓶食物 显然昨晚狂欢到了深夜 杰克叫醒一对年轻人 询问白发女子再不在这里 得到肯定答复后 杰克立刻挨个搜索房间 终于在二楼卧室 找到了满身血子的白发女子 院方很快确诊 和白发女子一起出席派对的 七名年轻人全都被感染 不过新闻上没说的是 这群年轻人之前都去过哪里 还和哪些人有过接触 杰克最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眼看病毒就要失控 这意味着隔离将不限延期 医院负责人告诉大家 零号病人的家属已经有两人死亡 随后隔离区又增加了几名感染者 白发女子看着将自己感染的新男友 眼中满是恐慌和绝望 不知道她有没有考虑过 被自己传染的派对青年们 此时又是怎样的心情 医院负责人异常失落地告诉老师凯蒂 明天医院将解除封锁 可整个隔离区的封锁还得继续 凯蒂顿时陷入两难中 因为她和其中三位学生都住在隔离区外 现在哪也去不了 只能继续待在医院 杰克也同样如此 她原本想窝在派出所里 可和凯蒂几天相处下来 对她产生不少好感 毅然决定留在医院 和凯蒂一起面对难关 由于无法置踪全部感染者 静发姐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 隔离时间将无限期延长 莱克斯十分担心 那些没被感染的人怎么办 静发姐只是看着她一言未发 结果显而易见 这是被放弃的节奏 随即无数集装箱运了过来 准备将隔离区域彻底封死 这也意味着 封锁再次升级 明白人都知道 这些代替护栏的集装箱 除了更加有效的防止人员进出外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那就是阻拦大家视线 只要控制得到 无论隔离区内发生了什么 外面的人都不会知道 以上就是隔离死城的第一第二集内容 未知病毒在城市蔓延 传染性极强不说 感染者们无一例外在48小时内死亡 眼看事态越来越严重 官方不得不下令 用集装箱封锁整个风险区域 防止任何人进出 这次隔离很彻底 连下舍到井盖都全部焊死 记者们很好奇 隔离区内的病情是否得到控制 官方答复一切都在掌控中 只要大家都按规定行事 相信病毒能够很快得到遏制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仅仅过了一天时间 已经有大量民众感染 患者全都聚集在唯一的市中心医院 重症隔离市已经满源 日益增多的死者 也让医院人手捉襟见肘 警官杰克在维护治安的同时 还得帮医院焚烧尸体 只有区域长官莱克斯最了解情况 他打电话叮嘱隔离区内的女友 封锁时间可能会很长 让他现在就得控制食物配给 而且里面没多少警察 一定得注意人身安全 这一直是莱克斯最担心的事情 他数次找到空降过来的总指挥金发姐 要求往隔离区内增派警力 可金发姐一直坚持规定 禁止任何人出入 这样才能维持隔离区域稳定 有效控制病毒 他的想法很不错 可事实却不尽人意 最近网上流传着许多 有关隔离区的负面新闻 金发姐认为 这将导致恐慌情绪蔓延 甚至产生严重后果 必须得想办法制止 莱克斯也明白其中道理 他很快找到视频的发布者 一位叫做格林的网络主播 他虽然身处隔离区外 可有两位同事却在里面 无时无刻都在拍摄素材 而格林则负责剪辑一些 比较劲爆的内容 上传到网络上 莱克斯孤身前往格林的家里 想让他停止散播负面言论 可格林却坚持 所有市民有权知道 有关病毒的真实情况 双方立场完全对立 结果自然不欢而散 此时之后 格林甚至变本加厉 一些更劲爆的内容 被他上传到网上 这让莱克斯陷入两难之中 增派警力又不允许 他只好再次打给 隔离区中的好友杰克 让他领头组织所有警力 做好治安管理工作 防止即将出现的混乱 杰克听完后很无语 他现在每天都得抽半天时间 帮助医院焚烧尸体 况且整个隔离区内 只有11位警官 杰克即使有心也很无虑 因为他心中明白 随着感染人数增多 越来越多的问题 将会接踵而至 老师凯蒂一直在医院 看护着原本居住在 隔离区外的4名学生 不过孩子们 一直待在室内觉得太闷 于是凯蒂带着他们 来到天台放风 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 像是能够驱散所有阴霾 忽然有位学生说想上厕所 凯蒂担心他有危险 于是立刻追上去 一位口吐鲜血的感染者 挡住了孩子的去路 他大声喊着想要回家 竟然无意间扯掉了孩子的手套 可怜的孩子忘了手上的鲜血 整个人都吓傻了 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因为和感染者密切接触 而被单独隔离起来 需要等待48小时后观察结果 谁知只是转身的功夫 老师凯蒂发现隔离的学生不见了 原来是学生的父亲来了 准备将孩子接走 凯蒂立马阻止 他可是疑似担任者 可父亲却不管这些 直接掏出手枪威胁道 他不想让孩子孤身一个人 待在隔离室 看着学生就这样被带走 凯蒂有些崩溃 想不到现在已经混乱到如此地步 他知道即使报警也无济于事 因为警察结果很忙 此时他正在一家小超市中 处理抢劫事件 由于隔离区内的物资日益匮乏 超市老板将商品的价格 直接翻了一番 女儿瑞莎觉得母亲的做法有些过分 不停向隔离区外的男友吐槽 仔细看会发现 视频中的男子 就是之前想要冲进去陪女友 但是被莱克斯阻止的黑人小哥赞得 就在这时 抑或持枪的劫匪来到超市 瑞莎想要打电话报警 可却提示陷入繁忙 他想要冲出去帮忙 好在杰克巡逻恰好经过这里 双方立刻展开对峙 杰克不想冲突升级 指着角落的摄像头说道 放下东西离开就不会追究任何责任 杰克想了想 最终不甘心地空手而去 虽然杰克表现得不错 可他的治安团队都是临时拼凑的 属下甚至出演几对 这是在拿大家的生命开玩笑 杰克实在太难了 即使隔着厚厚的隔离集装箱 好友莱克斯也能感同身受 他再次找到金发姐 要求给隔离区增派警力 想要靠11名警察 应对4000名恐慌的民众 迟早会出大问题 金发姐似乎想要放弃隔离人群 一再强调 只要大家遵守规则就不会出师 否则即使派遣更多警力 只是徒增死亡而已 莱克斯无法违抗命令 气得摔门而出 他现在只能力所能及地协助杰克 两人约好在连接出口的集装箱内见面 莱克斯给对方准备了一些枪支弹药 可杰克觉得这些远远不够 他的市民属下不是警长就是辅警 今天甚至还有两人离职 目前最缺的就是人手 莱克斯也很绝望 只好让杰克咬牙坚持 可谁都没想到 杰克的考验这么快就来了 主播格林的两名眼线发现重大素材 格林区边界有一个通向楼顶的梯子 可以让人爬上去跳到集装箱上 从而逃离格林区 几人都很兴奋 如果将这事曝光 肯定会引起轰动 格林没来得及高兴 因为他发现其中一位同事正在轻微咳嗽 这是感染病毒的先兆 随后不久 莱克斯便在网上看到有关逃生梯的视频 于是立刻调派警卫 将楼梯附近的集装箱围住 准备用升降机拆除逃生梯 同时让杰克在格林区内 将想要逃生的民众拦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想要逃生的格林民众围了过来 甚至有人试图突破封锁 可惜警力实在有限 一名漏网之鱼爬上了救生梯 顺利来到集装箱上 警官莱克斯掏枪警告 让对方千万别冲动 可他话音未落 忽然枪声响起 逃跑者中枪摔了下来 原来是格林区内杰克的下手开的枪 他的妻子孩子都在外面 绝对不能让病毒扩散出去 随后这名警察就交出警徽 表示压力太大不干了 这件事直接导致封锁再次升级 金发姐让人掐断格林区内的网络和电话线路 只保留部分必要的通讯 例如医院等官方机构 莱克斯觉得金发姐的做法有些过分 可对方却表示 这是为了更好的掌控即将失态的局势 郁闷的莱克斯非但无法反驳 他还得昧着良心代表官方出言解释 这是为了防止恐慌蔓延 让格林区内更加安全 可事实上恰恰相反 此时医院大厅都已经摆满尸体 负责人告诉凯迪 这是不得已的做法 病人实在太多了 别说场地 就连药物都快告庆了 凯迪有些郁闷 他平常也要吃一种抗过敏药物 现在虽然身在医院 但也快吃不上药了 为了防止再有人突破封锁 莱克斯又加强了守卫戒备 当天晚上 他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正在靠近封锁线 莱克斯出声阻止 可对方像是没听到一般 先是用一根钢管破坏铁丝网的电力 接着纵身一跃快速翻了过去 莱克斯没办法 只好开枪将他击倒 原来这人就是知情种子赞德 可惜进入格林区 陪女友的计划再次失败 虽然他中的只是杀力弹 可仍需要留在医院治疗 赞德的女友怀孕9个月 他无时无刻都想要进去陪女友 莱克斯对此非常理解 可规定就是规定 他不可能为此破例 离开病房时 莱克斯再次遇到网络主播格林 对方觉得赞德被枪击 是一个很好的报道素材 莱克斯明白他想干什么 告诫对方尽快离开医院 格林却不以为意 轻声告诉莱克斯 你真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吗 这话让莱克斯若有所思 当天下午 莱克斯正在为电视演讲做着准备 越想越气愤的他 忽然将手中的演讲稿扔掉 莱克斯告诉上级 自己只想保护好隔离区的民众 但他并不是一个政客 说完后就气愤的下车 他准备去医院找赞德谈谈 却发现对方已经离开病房 从护士口中得知 赞德被一位叫做格林的人带走了 莱克斯猜测他们很有可能潜入隔离区 于是让下属追踪二人的去向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属下汇报 刚刚有位黑人男子已经突破封锁 跑进了隔离区 原来这是格林早就策划好的 他帮赞德逃进隔离区 而赞德则帮他拍摄一些视频信息 再次获得格林区信息的格林十分悲痛 因为他的两名同事 已经因为感染死在了家里 而秦胜赞德终于和女友瑞莎见面 谁知一位持枪的男子忽然出现 原来女友家的小超市还是没保住 就在一天前 之前那伙劫匪再次光临 就在他们搬运物资时 一帮更凶狠的劫匪跑来横插一脚 让大家把车上的物资再搬回来放好 他们打算以超市作为据点长期待下去 由于病毒传播速度超乎想象 原定于48小时的隔离时间 不得不无限期延长 这也导致格林区内混乱一片 通信网络中断不说 食物短缺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当封锁时间持续到第七天时 已经有人开始抓捕街边的小动物来冲击 甚至在垃圾堆里翻找一些残羹剩饭 这里更是成了犯罪者的天堂 上级结尾 吃清种子赞德 好不容易来到女友家超市 发现这里已经被劫匪占据 赞德为了怀孕的女友 能够得到充足的食物 他不得不成为黑老大的马仔 帮他售卖超市里的食物来赚钱 此时隔离区外的病毒防控负责人金发姐 正在大发雷霆 因为又有人将隔离区中的惨像发布到网上 金发姐警告警察局局长 从现在开始 媒体报道都必须是正面积极的 就在这时 男主莱克斯走了进来 他经过格林的多次提醒 现在终于开窍 摆脱了官方发言人的身份 不过金发姐像是和他有仇一般 又交给莱克斯一个新的任务 金发姐已经联系到应急管理署 给隔离区准备了五万份食物 他想让莱克斯负责食物的派发任务 莱克斯听完后有些激动 心想金发姐终于干了点人事 可当他准备和局长商量行动计划时 金发姐立马打断 你必须在明天之前 把食物送入隔离区 莱克斯听完后顿时呆住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隔离区内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来处理这么大规模的食物分发 必须详细计划周密部署才行 可金发姐认为已经过去七天 大部分食物开始发霉变质 拖一天就有可能发生动乱 莱克斯心想你早干嘛去了 可嘴上不敢反驳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接着就轮到悲剧地杰克大发牢骚了 隔离区就这几个警察 明天肯定办不到 莱克斯态度坚决 办不到也要办 总共分两步 莱克斯负责把物资运进去 杰克负责分发 是不是很简单 随后将家里的钥匙交给杰克 警察帮忙转交给自己的女友 好让他在里面有个寄托 并标注了领取地点 莱克斯的女友詹娜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她现在和几位同事一直待在公司 同样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 可现在公司地下室被一群标车党占据 想要出去还得冒一些风险 为了安全起见 詹娜选择独自前往领取食物 转眼来到第二天 隔离区外的莱克斯 正在组织手下调装食物 准备投放到隔离区内 由于里面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员只有6人 咱们必须慢慢来 注意安全 还得保持一定距离 防止病毒传染 只能说金发姐的操作太迷幻了 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 这不是加速病毒传播吗 随着第一批物资抵达 饥客的民众也顾不上传染风险了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食物 杰克在人群中看到一个抱着娃娃的女孩 正在找吃的 刚想上前帮忙 却发现对方已经感染病毒 只好先让同事把她送去医院再说 随后不久 莱克斯的女友詹娜也来到现场 杰克先是给她一箱食物 接着又拿出莱克斯家的钥匙 詹娜接到手后 幸福感瞬间爆棚 当杰克刚想松口气 庆幸可以顺利完成任务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帮难民正在领取官方发放的物资补给 忽然一群劫匪冲了过来 他们人人手持武器 人数比现场的警察还多 劫匪的目的很明确 想要带走所有物资 警察杰克自然不肯 可头目放出狠话 如果谁敢阻拦 他就让手下朝人群开枪 力量悬殊之下 杰克最终选择妥协 眼睁睁看着劫匪们 将一箱向物资搬上车 杰克还在尽最后的努力 劝说头目 从难民中抢夺食物 这不就是要了他们的命吗 想不到对方早就计划好了 这些物资回头会卖给他们的 想不到这群劫匪 还挺有经济头脑 强外的莱克斯知道此事后 他也没有好的办法 现场太多平民了 交战后肯定会伤及无辜 莱克斯只好将干火 发泄到指挥官金发姐身上 可金发姐甩锅堪称一流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他已经调集足够物资 救济隔离区难民 至于分配的时候出现问题 那可不是他们管得了的 莱克斯这次算是彻底看透了 于是跑去劝说警局领导 再让金发姐这种人坐镇指挥 隔离区里的情况只会更糟 可局长却告诉莱克斯 金发姐是上头派来的 而且还有连调区背景 是咱们地方警官惹不起的 搞不好连饭碗都保不住 莱克斯感受到上级似乎话里又话 在联想到金发姐的迷之操作 心中越发觉得 高层似乎在有意隐瞒一些事情 果然没过多久 莱克斯的猜测得到印证 隔离区中的杰克找到他 说有重要事情汇报 凯蒂老师发现病毒事件有很多蹊跷 他曾经找院方负责人求证过 为什么当初女医生和男友死亡事件 要早于来自中东的零号感染者 还有为什么在病毒爆发前 就有人送来实验用的小白鼠 要知道这家医院属于肺炎就性质的 难道院方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知道有病毒存在 当看到院方负责人 对以上问题全都闪烁及此后 凯蒂更加坚定了心中猜测 于是来到医院的护士站 发现病人登记部有一个内容被撕掉了 凯蒂觉得这是有人在有意销毁证据 准备找杰克商量此事 此时的杰克疲惫极了 他上午刚刚经历物资被抢事件 下午在焚烧尸体时 又发现上午遇到的小女孩已经死去 想不到生命竟然如此脆弱 不过杰克随即又强打起精神 因为他意识到凯蒂的推测如果属实 那么官方确认的零号病人 肯定不是中东小伙 而是女医生或者他的男友 民众信任的疾控专家 很有可能在隐瞒一些事情 杰克瞬间联想到 他在处理女医生和男友尸体时 并没有发现任何随身物品 尤其是男友 根本分辨不出他的身份 像是被人刻意清理了一般 杰克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立马向莱克斯汇报了此事 莱克斯早就认为病毒事件藏留猫腻 轻声告诉杰克 我们必须找到证据 比如说医院的监控视频之类的 杰克表示会尽力调查 当他离开集装箱时 一名光头警察从另一边走出来 他原本是隔离区外莱克斯的手下 白天调配物资时 不小心从集装箱上摔进了隔离区内 莱克斯严格按照规定 拒绝光头警察爬回来 而是将他留在里面 帮杰克维护秩序 谁知光头警察并没有找杰克报道 而是鬼鬼祟祟的拨通了卫星电话 表示会按照局长的指示完成任务 原来他是有意进入隔离区内 不知道局长给他安排了什么命运任务 要瞒着包括直属上司莱克斯在内的所有人 医院中的杰克和凯蒂 正在讨论搜集证据的事情 当两人路过走廊时 凯蒂遇到一个关在隔离病房的老书人 他是之前被父亲从医院抢走的学生小黑便的姐姐 对方直接告诉凯蒂 他爸爸将小黑便接回家没两天 就感染病毒死亡了 而自己也被隔离在这里 家里就剩下小黑便一个人 希望凯蒂能够照顾家弟弟 杰克决定和凯蒂一起去找小黑便 两人很快来到目的地 果然小黑便父亲已经去世 可小男孩却不见踪影 两人在周边寻找时 不小心遇到一伙飙车党 这群人简直无法无天 丝毫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杰克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开枪射倒一人 这才将飙车党赶走 可见如今的治安已经差到怎样的程度 随后二人在公园的长椅上 发现了小黑便 此时他正在给一个感染者滴水喝 患者的汗水滴在小黑便的手上 但是小男孩丝毫不慌 随后小黑便被带回医院隔离观察 这是他第二次和感染者发生体业接触了 如果这回小黑便还没事 说明他有可能就是抗体携带者 这将对病毒解药的研究提供巨大帮助 与此同时 隔离区外的莱克斯 正在想办法调取医院监控 忽然被局长告知 由于莱克斯的实务补给行动失败 金发姐将调遣国民警卫队 来这里接手隔离工作 莱克斯听完后大怒 补给计划失败到底是谁的错 干嘛要让我来背锅 局长抛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莱克斯也不傻 他终于想到这一切都是金发姐由于为之 目的就是想把隔离区的防抗大权 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明白一切的莱克斯更加肯定 病毒事件还藏着不为人知的命名 他心中暗下决心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还人民群众一个真相 以上就是隔离死城的第三期内容 病毒肆虐的隔离区内水深火热 隔离区外却歌舞升平 电视里正在激烈讨论即将开始的球赛 只要我看不到的事情 那就是没有发生 可主角莱克斯始终没有放弃调查 病毒事件的真相 他直接找到网络主播隔离 说疾控中心可能在零号病人的问题上 欺骗了民众 虽然隔离还在为同事 因为帮自己收集素材 惨死在隔离区自责 可职业媒体人出身的他 听完莱克斯所说 敏锐地察觉到官方在有意隐瞒什么 可现在的问题是 莱克斯如果动用权限 调取存在数据中心的医院监控 很有可能会被上级发现 格林干这些可是专业的 瞬间想到办法 只要伪造一份搜查令就行 果然没多久 格林顺利取到医院监控 不过很可惜 门件似乎被人刻意损毁了 必须找人修复才行 莱克斯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的女友詹娜 她可是顶级数据修复专家 不过莱克斯想要把视频交到他手上 还得花费一番心思 现在军队已经彻底接手格林区防控 莱克斯借口称要给杰克送弹药 才好不容易进入集装箱见到杰克 嘱咐他无论如何 都要将视频送到詹娜手上 出来后的莱克斯 还要接受士兵的检查 防止携带东西出来 可见他现在处境糟糕到什么地步 而此时的正主詹娜 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 虽然刚刚领了一项物资 可要吃饭的人数太多 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此时又遇到新的麻烦 办公室的空调电路断了 设备维修主管自告奋用 修电路他最拿手 詹娜担心有危险 决定陪他一起去 佩电是位于地下一楼 此前被一伙飙车挡占领 不过现在好像出去了 地上到处都是垃圾残渣 柜子里还有一具尸体 应该是机房的值班人员 二人现在也管不了闲事 静止来到佩电室 维修主管一番熟练地操作下来 电路成功启动 一行人又有空调吹了 不过他们却高兴不起来 监控显示 门口站着两个人想要进来 詹娜认出这不是情圣赞德吗 她之前来过这里 帮莱克斯传递消息给詹娜 况且身旁还站着一位孕妇 詹娜毫不犹豫地打开电梯锁 决定收留二人 终于找到新的安生之所的瑞莎 幸福地整理起宝宝衣物 她原本住在被劫匪占据的超市里 男友赞德在帮他们搬运物资时 无意间发现有个人在打喷嚏 这让她瞬间警惕起来 第二天就找到怀孕的女友瑞莎 提议离开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得到女友的支持后 憨后小伙直接找黑老大商量 你的手下被传染了 我和女友能不能换个地方生孩子 凶残无比的黑老大 直接走到感人者所在的储藏室 随后传来一声枪响 可赞德没有放弃离开的想法 又找到瑞莎的妈妈求助 就在这时 一名警察来到超市 正是带着秘密任务 前进隔离区的光头警察 这人反应很快 发现自己闯进了贼窝 居然直接表示想要加入 可以趁机大捞一笔 而且她手上还有一部卫星电话 可以和外界传递信息 不过她上司会每天打电话核查 如果不是本人接听 就会掐断线路 这让黑老大瞬间放弃 杀人抢夺电话的想法 立刻举双手表示欢迎加入 这一幕被大家看在眼里 瑞莎母亲当即决定 要帮女儿逃离这里 不要赞德带着女儿从后门逃出去 自己先拖住劫匪 再找机会前去会合 在母亲的帮助下 瑞莎二人终于成功到达珍娜公司 这个女人正在整理母亲 准备的婴儿衣物时 居然发现背包里有一部卫星电话 这不是光头警察的吗 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这时监控里出现两道身影 居然是劫匪挟持着母亲找上门来了 众人没办法 只能打开电梯锁放劫匪上来 原来对方是来要回卫星电话的 珍娜知道她的企图 只想赚钱不伤人命 于是顶着压力将玻璃门打开 谁知劫匪拿到电话后 并没有放人的打算 而且还准备把赞德也带走 因为黑老大交代过 超市的运营离不开他们 就在大家僵持不下时 杰克举着手枪出现 警察的身份让劫匪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灰溜溜地逃离这里 杰克这次过来是给珍娜送视频的 想不到而顺便递大家解论威 珍娜签问问解后 准备开始恢复视频数据 可她发现数据不仅损坏了 众人连忙查看监控视频 发现是盘踞在地下室的 飙车党闯上来了 作为警察的杰克一眼就认出 他们是被重点监控的罪犯 其中大部分都是瘾君子 和有暴力倾向的家伙 他们一定是从之前的劫匪口中得到消息 这一层有很多 可以合成毒品的化学药剂 现在估计是要来抢劫了 这时候维修主管提醒众人 虽然电梯设有密码锁 但他们可以从通风管道 以及楼顶的消防出口到达这一层 于是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杰克和詹娜的一位同事 去楼顶封住消防出口 剩下的人把公司的通风管道堵住 好在杰克二人行动迅速 刚刚来到顶楼 就遇到两个前来探路的飙车党 以杰克的战斗力 对付两名杂兵自然不在华下 毫不费力地将他们干翻后 杰克开始封堵消防出口 另一边的詹娜 正在带着众人将桌子倒扣在通风管道上 忽然听到地板下方传来动静 是飙车党杀来了 众人连忙用力按住长桌 可对方力气太大 眼看就要钻出管道 情急之下 詹娜拿出一瓶气管 点燃后对着里面一顿猛喷 总算将暴徒们逼退 虽然暂时安全 不过众人全都吓得不轻 其中一位同事还不停抱怨 早点把东西拿给他们就好 干嘛要硬扛呢 当杰克封堵完消防出口赶回来时 詹娜发现之前那位抱怨的同事不见了 看着下落的电梯 想不到他真的跑去跟飙车党谈判了 可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电梯到达一楼时没有停留 而是再次升到八楼 众人紧张地望向电梯 当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一具尸体翻了出来 正是之前跑下去的同事 警察杰克出声制止 想要出去查看的众人 果然电梯里还藏着一位感染的暴徒 这下大家都慌了 暴徒肯定被集体感染了 他们接下来的举动只会更加疯狂 不过众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 没过多久 整个楼层的灯光忽然熄灭 想不到飙车党居然掐断了电源 同时电梯里传来动静 维修主管瞬间明白 电梯锁因为停电失效 飙车党很有可能从电梯井爬上来 詹娜立刻想到 只要恢复电梯电力就行了 她知道一处备用电源 杰克想要一同前往 可詹娜却拒绝了 目的地就在不远处 她五分钟内可以回来 詹娜离开没多久 飙车党已经爬了上来 眼看他们就要打开电梯门 好在电力及时恢复 詹娜同时立刻启动电梯锁 再次击退了飙车党 不过此时的情况并不乐观 恢复电力的詹娜从监控中看到 更多暴徒冲进了大楼 她准备尽快赶回去报信 经过楼梯口时 发现之前那位杰斐已经被杀死 不过卫星电话还在身边 詹娜立刻拿起来 打给男友莱克斯求救 莱克斯听到女友的声音 顿时紧张无比 电话里忽然传来詹娜的情妇声 原来她被一名飙车党袭击了 好在对方比较虚弱 最终被詹娜打翻 可电话也在打斗中损坏 詹娜没来得及喘口气 发现后面还跟着更多暴徒 于是赶紧打开门镜跑回公司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些暴徒是有备而来的 居然带着电锯打算强行破门 这该如何是好 逃是肯定逃不了的 只能和暴徒决议死战了 隔离区外的莱克斯及的不行 不过她现在也是有心无力 自从防卫工作被军方接手后 对方指挥官似乎十分看不起当地警察 居然安排他们去周边除草 说是要清理出缓冲地带 莱克斯自然不肯 跑去找指挥官理论 结果除草工作还得继续 莱克斯还和军队指挥官结下梁子 明知女友在里面遇到危险 莱克斯不可能坐视不管 他决定独自前进去找女友 只见他熟练的关掉隔离网店员 找到一处偏僻地段 可刚准备爬上去时 就被军队指挥官抓个正着 这下好了 明日没救成 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不知道等待莱克斯的将会是怎样的处罚 病毒蔓延的感染区已经封锁9天 随着物色的急剧减少 格林的民众越来越躁动 许多不法之徒开始大张旗鼓地烧杀抢掠 此刻一帮劫匪正在闯入存放化学药剂的公司 里面的避难者紧张极了 如果落在对方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眼看格林们就要被强行切割开 女主詹娜灵光一闪 她知道实验室里存放了许多易燃易爆化学物 于是打算放手一搏 将所有易燃化学物聚集在显眼位置后 詹娜带着所有人躲进远处的房间中做好防护 没过多久 不法之徒破门而入 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抢夺化学药品 很自然地朝易燃物靠拢 躲在一旁的警察解克见时机成熟 毫不犹豫地朝易燃物开枪 詹娜的计划成功了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所有暴徒也化为教师 就当大家暗自清醒时 一个漏网之余忽然暴起 抓住瑞莎母亲咬了一口 虽然暴徒很快就被疾病 可谁知道她有没有感染病毒 瑞莎母亲为了不拖累女儿 决定去外面自我隔离 虽然瑞莎很不舍 可在如今的乱世下 又有几人能够称心如意 最后她只能流着泪目送母亲离开 而警察杰克也准备离开了 詹娜此时已经修复好医院视频 杰克还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完成 那就是查出病毒事件的真相 她会医院后第一时间 和老师凯蒂研究监控视频 结果正如他们猜测的一样 疾控中心欺骗了所有人 监控显示女医生 在接触中东小伙之前 已经和男友有过亲密接触 当时男友已经知道 自己感染了病毒 接了几通电话后 就将所有随身物品藏了起来 并开始自我隔离 也就是说 女医生的男友才是真正的零号病人 得知真相的杰克很激动 立刻约莱克斯在隔离围墙的扎口见面 杰克很好奇 对方怎么穿着一身便服 莱克斯满脸委屈地告诉杰克 自己被停止了 前一天她为了救女友 闯入隔离区被军方抓住 虽然上司局长极力担保 让莱克斯免去处罚 不过她并没有悔改的意思 想让局长动用权限 查查詹娜有没有遇害 局长一目之下 对莱克斯做出停止查看的处罚 可她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转身找到金发姐 请求对方恢复自己 进入围墙扎口的权限 她要通过杰克知道女友的安危 想不到金发姐满口答应下来 不过只能进去一次 好不容易再见到杰克 莱克斯第一时间询问 女友詹娜的安危 得知对方平安后才放下心来 随后杰克将医院视频 拿给莱克斯 让他查清楚 零号病人医生男佑的身份 无权无视的莱克斯 再次找到主播格林 查这些隐私信息他最拿手 格林也没让他失望 很快就有得到一些信息 零号病人名叫伯恩斯 微生物博士 可之后的工作履历 网上没有任何痕迹 显然有人在刻意地掩盖了她的经历 具体得找专业人士调查 这时候莱克斯接到金发姐的通知 让她去一趟指挥中心 金发姐一现身 就恢复了莱克斯的官职 并表示有个紧急任务交给她 格林区内发现一个孩子 有望让医生研发出病毒解药 需要莱克斯将她接出来 原来早在两天前 格林区内的病毒研究官康娜 正在带领几个专家 用小白鼠做实验 之前小黑便在接触感人之后 没有出现传染现象 康娜觉得她体内可能产生了病毒抗体 于是将她的血清注射到小白鼠身体里 想不到他们竟然成功撑过了48小时 不过实验时 一位医生不小心被白鼠咬伤 康娜不得不将这倒霉孩子隔离起来 随后她兴奋地将抗体的事汇报给老师大卫 想不到对方却破了一盆冷水 就算一切都顺利 可制作出疫苗最少要9个月以上 隔离区的人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不过康娜没有放弃 经过实验又有惊人发现 小黑便的身体能够自行战胜病毒 也就是说 她的细胞含有解药的生物模型 这可是重大发现 康娜立刻向疾控中心汇报 金发姐当即决定 把小黑便带出来研究解药 因为疾控中心的硬件设备更先进 康娜有些失落 想不到努力这么久 结果被金发姐摘了果子 承担接触小黑便任务的莱克斯 很快拿出方案 之前她和杰克接头的通道 已经被很多人盯上 如果从那里直接把人运出来 必然会引起混乱 她打算在隐蔽的地方 再开一个零食闸口 明早7点让杰克将人送到对面 当天夜里 格林找到莱克斯 说是发现重要线索 就在病毒爆发前两天 零号病人伯恩斯 受到一个来自疾控中心的生物危害包裹 虽然上面没有明确标注是病毒样本 但疾控中心一定有副本记录 莱克斯可以利用权限调查清楚 可莱克斯此时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比起调查真相 病毒解药显然更加重要 但出于保密原则 莱克斯不能将接人的事告诉格林 这让后者十分气愤 直接摔门而走 莱克斯心里有些愧疚 调查病毒的事 可是他自己主动发起的 于是转头去调查包裹的运单信息 虽然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 但莱克斯查到 包裹的运费付款人 居然是病毒首席研究官康纳 这算是一记猛料了 往下挖可以得到更多线索 不过此时莱克斯已经到达了格林区边界 接触小黑便才是头等大事 看着零食入口的上方 已经占了大量守卫 而且已经有人在暴力切割几庄箱 莱克斯质问军方指挥官 你这是怕墙里的人 不知道我们在搞事吗 可对方才不管这些 我只会自己手下办事 需要你来操心 转眼来到第二天 从格林匙放出来的小黑便 眼看运送时间就要到了 纷纷和小伙伴们告别 其中一位女学生还亲了他一口 此时格林区外的莱克斯已经做好准备 连金发姐都清零现场 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杰克那边把小黑便送过来了 而此时的杰克正和凯迪推着一样运势车 上面装的正是小黑便 靠着这一伪装 几人顺利到达指定地点 将小黑便送入集装箱闸口后 莱克斯和金发姐连忙上前接应 正当二人准备将他带出去时 几个士兵冲了进来 还没抖多人的杰克和凯迪 听到小黑便的呼喊声 顿时有些懵圈 与此同时周边的格林民众 也发现了这处通道的存在 纷纷跑过去拼命拍戴着集装箱 杰克和凯迪想要将小黑便带走 这时候康纳医生跑过来 大喊着别碰孩子 我错了 就在十分钟前 康纳医生经过格林病房时 看见几名医生正在喝酒庆祝 原来之前被小白鼠咬伤的同事 成功度过了格林机 查询后发现那只小白鼠 曾经注射过小黑便的血清 这也充分说明战胜病毒指日可待 正当康纳医生准备加入庆祝时 那位格林的同事突然感觉有些不适 接着吐出一大口血 康纳医生立刻意识到 小黑便是无症状感染者 而且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离开格林区 于是立马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军方 可怜莱克斯和金大姐 因为接触过小黑便 军方下令让两人在集装箱内 隔离48小时查看 与此同时 格林悄悄潜入康纳居住过的公寓 找出的大量实验记录表明 这次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康纳制造出来的 眼看病毒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可隔离区内的骚乱也越来越严重 多日累积下来的负面情绪 像是找到了宣泄口 无数格林民众发疯似的呐喊着 他们一个都呆不下去了 集装箱内的金发姐吓傻了 又开始把锅甩在莱克斯身上 看你选的好位置 莱克斯现在懒得跟他一般见识 而是通过缝隙发现 刚刚聚在一起的民众居然全都退去了 莱克斯意识到这并不是好事 他们很有可能去找帮手了 此时的金发姐明白 隔离区内出现大范围混乱 他被负主要责任 果然不出莱克斯所料 隔离区内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 开始上街游行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其中还有不少感染者 这么多人聚集起来 先不说潜在的破坏力有多大 传染性极强的病毒 就很有可能把他们团灭 而此时的金发姐还在不断的发着疗骚 莱克斯实在听不下去了 大喊的闹成这样 你得负八分责任 这么多集装箱能在一天内到位 说明你是早就准备好的 病毒为什么爆发 你到底隐瞒了什么 以上就是隔离四城第五期内容 被隔离整整13天的民众 无意中看到官方居然偷偷开了一道暗门 准备朝外运输人员 所有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 无论是感染的还是未感染的 纷纷走上街头 聚集在一起游行抗议 甚至有人开始冲击隔离集装箱 现场的混乱引来更多的步伐之徒 在他们的恶意破坏下 民众的情绪更加激动 恶性循环往复 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正在集装箱中隔离的男主莱克斯 大声质责金发姐 如果不是你有意在隐瞒什么 根本不会造成如今的局面 金发姐此时也恢复了往日的从容 十分淡定的达到 现在不是讨论阴谋诡计的时候 咱们应该全力以赴 应对这场病毒灾难才是 这话瞬间击中莱克斯的软肋 只能说金发姐厉害了 非但什么都没交代 反而让莱克斯对她的敌意消退许多 这时候有人送来对讲机 是军方尚未要找金发姐通话 游行者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随时都有可能拆掉围墙逃出来 她已经在闸口附近放置了大量的食物 用来安抚众人情绪 可金发姐觉得这源源不够 必须安排狙击手进行威慑 可尚未非常排斥 他们不会随意朝平民开枪的 丝毫没有理会金发姐的强硬态度 隔离区的街道上 情圣赞德和瑞莎正在街道上行走 他们准备去外婆家避难 顺便让她帮瑞莎生产 自从化学公司遭遇歹徒袭击后 现场狼藉一片 而且其他人也有离开的想法 于是赞德二人不准备继续待下去了 可他们刚来到街道上 就发现大量游行的人群 赞德想等他们走远点再上路 可没过一会儿 瑞莎发现人群中有一道身影 很像自己的母亲 于是打算叫住对方 她这样混在人群很容易被感染 赞德拼命拉住女友 你待在原地别动 要去也是我去 可当赞德追上那个熟悉背影时 发现对方并不是瑞莎的母亲 忽然一个感染者跑来求助 赞德被吓了一跳 连忙将外套脱下 要是被传染可就麻烦了 与此同时 警察杰克和老师凯蒂 已经将无症状感染者小灰便 带回医院重新隔离 康纳医生因为和他密切接触过 主动将自己隔离 可其他的接触者就没这么自觉了 平常怎样现在还是怎样 尤其是杰克和凯蒂 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就在他们你浓我浓时 凯蒂的儿子跑过来告诉母亲 另外两名学生被司机大叔带走了 他们想跟着游行的群众 试图逃出隔离区 杰克认为他们太天真了 连忙带着凯蒂出来找学生 可到了现场才发现 混乱程度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这名警察看着远处混乱的人群 立刻意识到身上的警服 很有可能成为民众泄愤的对象 于是跑到没人的角落 换了一身便装 可出来时却发现 自己的女伴凯蒂不见了 警察杰克挤得到处找人 恰好遇到一群劫匪 正在趁乱搬运募资 其中一人正是警察光头 看样子他已经在 发家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杰克没有理会他 终于在混乱人群中 发现了司机大叔和一位学生 杰克连忙跑过去询问 另一位女学生呢 司机言语中有些愧疚 说另一位女学生被感染了 自己只能抛下他 而此时的老师凯蒂恰好看到 那名女学生刚躲进一辆车里 就遭到另外一辆车撞击 现在已经不省人事了 凯蒂连忙把女学生从车里抱出来 想要找好新人就知道 可现场实在太混乱了 有准备翻墙逃出去的 有纯粹发泄愤怒的 当然还有找人的 伍德从混乱人群中回来后 就发现女友不见了 而杰克此时也在到处寻找凯蒂的身影 此时集装箱内的金发姐 又接到军方上尉的通话 事务不及并不能平复 视为民众的愤怒 金发姐急得不行 赶紧安排高压水枪和狙击手吧 可上尉再次拒绝 他准备派一队士兵进去镇压人群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伤亡 金发姐连忙阻止 莱克斯也在帮枪 你这就是让属下去送死 想不到上尉很自信 我手下的兵可不是像地方警察一样 金发姐以防控区最高指挥官的身份 阻止上尉行动 想不到对方早有准备 说是得到了州长的授权 已经猜到恶劣后果的金发姐有些沮丧 他前前后后只会过许多次病毒战役 想不到这次彻底灾了 莱克斯被金发姐一通忽悠下来 已经自觉和他统一战线了 只见他出声安慰金发姐 请你振作起来 隔离区的民众还需要你 实际上他是大错特错了 隔离区的民众谁都不需要 他们要的是自由 这群隔离难民开始暴力拆卸围栏 人人都在想尽办法逃离封锁区 甚至有人试图攀爬过去 此时准备镇压暴乱的军队 已经在闸口通道准备就绪 在这一生命下 赶死队立刻闯入人群 并随手将出口关上 可他们的到来反而让现场更慌乱了 无辜的民众大声求救 心里有鬼的人则拿起物资开始跑路了 孕妇被撞到 没有任何人出手援助 好在男友及时找到了他 越来越激动的民众开始冲击士兵 其中还会有感染者 士兵不得不开枪击杀 这下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 听到枪声的民众 不要命的朝出口涌去 士兵见局势完全失控 只能开枪市井 暂时下课民众 接着又灰溜溜的退回集装箱内 在隔离区里留下一地鸡毛 此时杰克终于找到凯蒂 对方正抱着已经断气的女学生满脸伤感 不过杰克看上去比凯蒂还要悲伤 拼命哀求凯蒂将人放下 因为女学生被感染了 凯蒂瞬间想起 女学生曾经亲密接触过小黑便 于是她连忙跑回医院 疯狂的用热水清洗身上的血迹 杰克心里难受极了 非常害怕从此失去心上人 此时隔离区内的动乱终于平息 军方尚未向金发姐汇报 这是派出狙击手的功劳 至于具体的伤亡数字 她并没有说 另外那些赶死队成员 进行全身消毒后 被隔离在一个临时障碰中 只能说尚未的操作太迷幻了 为什么非要隔离在一起 如果有一人被感染 那就是一窝端的下场 每个人单独隔离不相吗 转眼来到第二天 金发姐和莱克斯终于隔离满48小时 好在二人都没感染 他们准备先回去洗个澡 一个小时后再来处理烂摊子 莱克斯的手机终于有了信号 发现有17个未接电话 大部分都是主播格林打来的 莱克斯连澡都没洗 直接来到格林家中 原来他这两天没有丝毫停歇 终于发现重大线索 他在医院监控里看到 零号病人伯恩斯知道自己感染后 立刻打了一通电话 之后才跑去自我隔离的 很有可能是病毒制造者通过电话 告诉伯恩斯一些注意事项 格林立刻找到在安全局工作的朋友 让他帮忙查询 伯恩斯在感染前后的通话记录 对方很快就有了结果 伯恩斯在感染的时间段 确实和一个秘密号码通过电话 这个号码的权限非常高 连安全局朋友都无法查询 但却定未到 通话位置是在南塔克特岛 格林将这些信息告诉莱克斯时 对方瞬间想起来 金发姐不是在南塔克特岛有栋别墅吗 难道病毒制造者是他 格林觉得可能性很大 因为他的黑客朋友已经确认 之前那份包裹账单是伪造的 这是有人想误导大家 认为是康纳医生把病毒寄给了零号病人 而这找人背过的伎俩 正是金发姐惯用的手段 之前也是他把零号病人的帽子 扣在中东小伙身上的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推测 现在最缺的就是证据 这时候莱克斯发现 桌上有关零号病人的资料封面上 有个标志看上去很眼熟 格林似乎也想到什么 立刻打开同事在隔离区中的死亡视频 旁边的资料上 果然有一个相同的标志 难道说同事在临死前调查到了什么吗 莱克斯觉得这条线索也很有用 不过他此刻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被隔离的赶死小队两天没回家 他们的家属不明白状况 全都聚集在指挥部门口讨要说法 金发姐也很无奈 他现在联系不上军中上尉 看样子要亲自走一趟了 这样才能还家属一个真相 听完这些话 莱克斯再次对金发姐高看一眼 随后二人很快来到隔离区边境 这里同样围满记者 不过都被拦住不得靠近隔离帐篷 金发姐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刻找尚未询问赶死队的情况 想不到对方打道 12人中有11个被感染 剩下的一个也快了 金发姐没有任何犹豫 静止走到记者身边 将他们全都放进来 决定公布士兵的感染情况 这个女人带着记者来到一处隔离帐篷面前 当着所有人的面掀开窗户 里面都是被病毒感染的士兵 现场的众人还是首次拍到这些画面 不由脸色大变 金发姐让大家实实在在的认识到病毒的可怕 在记者面前不断吹嘘 看我当时封锁感染区的决断多么正确 否则整座城市都要沦陷 一旁的男主莱克斯 不得不佩服金发姐造势的本事 暗谈医生离开现场 此前他和主播格林无意中发现 在隔离区死去的媒体同事 可能知道一些重要线索 于是安排杰克去同事家查看一番 杰克也算尽职尽责的 他的女友凯蒂接触过病毒感染者 此时正在隔离中 合法打声招呼后 便来到格林同事家里 奇怪的是 视频中死在沙发上的同事已经不见 同时消失的还有文件资料和电脑 杰克来到浴室 看到浴缸里有纸张焚毁后的灰烬 真相已经很明显 有人提前一步来过这里销毁了证据 杰克将发现汇报给莱克斯 同事家其他值钱的东西都在 唯独资料和电脑不翼而飞 肯定不是劫匪干的 莱克斯说出自己的推断 幕后黑手可能是金发姐 他上午亲眼目睹对方玩弄媒体与鼓掌之间 这样的人安排手下 潜入隔离区销毁证据不要太简单 莱克斯有些黯然 他已经猜到销毁证据的人是谁了 就是之前调装补给时 调入隔离区的警察光头 杰克无法相信 昔日的同事会做出这种事 莱克斯甚至想到更可怕的事实 别忘了光头带进隔离区的卫星电话 这个只有局长授权才能使用 难道局长和金发姐是一伙的吗 以金发姐的地位 不会和光头那样的人合作 一定是局长在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正直的杰克找到混在劫匪中的光头警察 想要和他当面对质 警察光头现在靠售卖救济物资 占得盆满钵满 春风得意的他 没有隐瞒销毁资料的事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 杰克拿他也没办法 隔离区外的莱克斯也在追踪这条线 他知道光头是个无力不起草的人 让格林查询光头的债务情况 格林不会是信息获取专家 他查到光头的房子 因为无法还贷正打算出售 随后便装成买房客找到光头的妻子 结果对方告知 房贷已经全部还清 现在不卖了 得知消息后的莱克斯 直接找到上司局长 来了一波灵魂拷问 光头警察欠了一大堆债 怎么一摔进格林区 家里就变得有钱了 是你买通他进入格林区办事的吧 局长知道这些根本经不住查 于是大方承认 是金发姐让自己派人进入格林区 清理掉对中东小伙的不利证据 这样可以避免国际纠纷 听到这里 莱克斯明白过来 局长也被金发姐耍了 那个根本不是中东小伙的家 销毁的也不是什么不利证据 其实是金发姐在隐瞒自己的罪行 局长听完后 则是露出满脸疑惑的神色 莱克斯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 他再次来到格林家里 这个男人正在收看警报新闻 金发姐被媒体吹捧成了 敢于揭露事情真相 对抗病毒的安全卫视 可男人知道这一切都是金发姐的伪装 决定在网上发帖 揭露她的真正面目 男主莱克斯看完后觉得不妥 格林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推测 没有实锤证据来证明 金发姐就是制造病毒的幕后黑手 要知道对方可是愚弄民众和媒体的老手 很可能被她翻盘 莱克斯让格林晚点再发帖子 他决定再做最后的尝试 只见莱克斯直接带着资料 找金发姐摊牌 要求对方辞去一切职务 金发姐很惊讶 他要看看莱克斯哪来的底气挑战自己 看完资料后 金发姐虽然惊叹莱克斯猜到的真相 可这都没什么实际证据 在南塔克特岛拥有别墅的不止他一人 一同来自岛上的私密电话 并不能证明金发姐就是幕后真凶 莱克斯也知道证据不足 于是立马说出金发姐买通局长 去格林区销毁证据的事 如果再让局长出来作证 能不能让你收不了场 莱克斯的要求不高 只要金发姐辞职 想怎么解释都行 听到这里 金发姐有些慌了 思考良久后终于点头同意 表示明天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辞职 其实莱克斯让金发姐辞职 主要是想解决隔离区民众的生活问题 此前金发姐一直在阻碍救援补给工作 她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病毒扩散出来 并没有将隔离民众的死活放在心上 金发姐的做法到底是对是错 其实很难判定 此时凯蒂老师已经隔离42小时 目前看还没有感染的症状 不过康乃医生告诉她不要过于乐观 因为凯蒂老师是从小黑便身上感染的变异病毒 她的潜伏期会更长一些 此时杰克面带笑容的走了过来 见到凯蒂的状态后更开心了 她此前去超市找光头警察调查资料 劫匪黑老大让杰克给怀孕的瑞莎 带些婴儿用品 因为她在隔离区外也有孩子 所以对孕妇和婴儿还是挺伤心的 当杰克带着吴兹来到化学公司时 恰好发现瑞莎即将临盆 杰克身为警察也接受过相关培训 至少比在场的詹娜等人专业 最后在杰克的帮助下 瑞莎顺利产下孩子 这是杰克第一次见到小生命诞生 所以十分开心的分享给了凯蒂 她甚至还在想象 将来和凯蒂的孩子会是怎样的 水之这时 凯蒂突然咳嗽一下 转眼来到第二天 金发姐按照承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莱克斯信心满满的坐在下面聆听 这个女人表示 所有人都被误导了 零号病人并不是中东小伙 也就是说病毒并非来自中东 而是来自本土的一家实验室 是他们的非法研究才导致病毒泄漏 台下的男主莱克斯越听越不对劲 这明显就是在甩锅养 接着金发姐公布了病毒制造者的身份 那就是疾控中心的康纳医生 零号病人是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员 康纳医生为了隐瞒真相 才欺骗大家说 这种病毒来自中东小伙 病毒实验纯属康纳医生的个人行为 疾控中心没有批准也不会支持 莱克斯听完后气得直接离场 没想到金发姐这般无耻 莱克斯立刻打电话 让格林把那篇指控金发姐的文章发出去 可对方答复 一切都完了 金发姐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康纳医生头上 她现在成了敢于揭露真相的大众英雄 而且前在证人警察局长 在刚刚也获得竞争 现在成了亚特兰大师的二把手 这一定是金发姐给安排的 不仅是莱克斯 格林现在也有些心灰意冷 金发姐几句话就把康纳医生变成千古罪人 这其实也是个警告 如果他俩再继续查下去 下场可能会比康纳医生更惨 莱克斯有些气愤 你这是想要退缩吗 莱克斯没再理会他 而是跑回去找父亲商量对策 莱克斯的父亲曾经是位被打压的政治警察 他非常支持莱克斯继续查下去 接着又告诉莱克斯 他有位高官朋友 自己被打压时 只有他帮自己辩护过 或许现在能够提供支持 可当两人准备去拜访高官时 想不到刚刚晋升的局长 正和他聊得火热 显然他们已经达成共识 那位高官没有理会莱克斯父子 直接转身回到办公室 局长开口劝说莱克斯 你的能力很出众 但有时候太过执着 千万别闹得和你父亲一个下场 这条路也被堵死 莱克斯只好再去找老搭档格林 可此时他的家里早已人去镂空 现场狼藉一片 打电话给格林 对方处于关机状态 莱克斯很担心 不知道格林是真的跑路了 还是被人给谋害了 老父亲劝住胡思乱想的莱克斯 你要么奋力反抗 要么违心地去奉城 莱克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为了心中信念 为了隔离区的民众 他都要抵抗到底 也许这就是林明前的治安时刻 查找真相的莱克斯连连受阻 另一位格林也不知所踪 老师凯蒂的病情每况愈下 估计离死亡也不远了 当然不仅仅是他 隔离区的许多民众 也在死亡的深院拼命挣扎 而幕后主谋金发姐 现在却风光无限 被外界标榜为 敢于揭露一切阴暗的病毒卫视 不过光明总有到来的一天 被郭霞康纳得知 自己被诬陷的消息后 选择相信老师 也就是金发姐的老公 会帮自己洗脱冤情 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 病毒解药的研发工作中 杰克一直守护在凯蒂身边 心中坚信 他一定能度过这次难关 隔离区病毒肆虐 幸存民众已经到了 取不为奸的地步 可病毒制造者 却还在逍遥法外 只手遮天 好在男主莱克斯 并没有放弃调查真相 遭到无数次打击后 这天总算迎来转机 莱克斯受到一个包裹 居然是主播格林寄来的 里面有一把钥匙和地址 莱克斯知道格林 不会做美意的事 于是顺着地址 来到一处废旧仓库 他在里面翻了半天 终于在管道里 找到了格林 留下来的一份资料存档 上面显示 给警察光头家里 转过钱的账户 在早些时候 还给另外一个账号 转过大额费用 莱克斯找不到 匿名的汇款账户信息 但是收款账户很好查 对方家里 有一个去世的儿子 是一名陆军生化专家 莱克斯觉得 这一点十分可疑 于是立马找到收款护主 对方是个老太太 也就是生化专家的母亲 她说自己的儿子退役后 在一家化工厂上班 一年前工作时意外死去 她也因此获得一大笔抚恤金 莱克斯觉得有戏 从老太太口中 获得公司地址后 立马找了过去 不过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关闭 门前还贴着生化警示牌 可这并没能让莱克斯退缩 只见他穿着防化服 独自走进工厂内部 这里显然已经废弃许久 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 莱克斯找遍工厂每个角落 终于在一处封闭的实验室中 发现一具尸骨 正是死去的陆军生化专家 看板上还残留着实验信息 莱克斯瞬间明白了一切 于是立马找到金发姐摊牌 首例感染者并不是伯恩斯 而是那位死去的陆军生化专家 金发姐发现他感染后 立马关闭化工厂 不过病毒研究并没有停止 之后女医生的男友伯恩斯 在实验时也不小心感染 只不过这次比较倒霉 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控制住病毒扩散 金发姐也无法继续掩盖真相了 当隔离区外即将迎来胜利曙光时 隔离区内的民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女主凯蒂不小心感染病毒后 病情越来越严重 男友杰克都快急疯了 不断催促康那医生想想办法 对方也没让人失望 她从无症状感染者小黑便身上 提取出一种抗体血清 如果凯蒂的血液能和她相容 或许能够战胜病毒 但也有可能会死得更痛苦 杰克无法擅自做主 于是征求凯蒂本人的意见 想不到对方立刻表态 只要有半分活下来的机会 她也要试一试 不过凯蒂也不是盲目乐观的人 她诚恳地祈求杰克 如果自己不在了 请务必带着儿子离开隔离区 杰克不可能拒绝她的请求 强忍着泪水点头答应 此时的康那医生同样无比难受 这个男人被无限成病毒制造者不说 现在连专用网络和电话线都切断了 说明她已经彻底沦为一枚妻子 不过男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强打起精神 准备给感染着凯蒂 注射新的抗体血清 凯蒂心中很好奇 康那医生之前 为什么要帮金发姐隐瞒0号病人的事 看到凯蒂这种状况 康那医生终于说出实情 17天前 她的导师妻子 也就是金发姐 打来电话 让康那帮忙隔离两名意外感染的病人 他们正是女医生和男佣伯恩斯 康那原本以为 只要过了48小时就没事了 想不到中东小伙被意外感染 并且将病毒扩散出去了 康那医生只能听从金发姐的建议 对外宣传中东小伙才是0号病人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康那医生也只是个被人利用的可怜虫 当天晚上 注射完血清的凯蒂 从噩梦中醒来 看样子药物并没有产生效果 杰克也意识到凯蒂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在儿科看护间搜集到一些小玩意 他要完成对凯蒂的承诺 陪她在星空下看电影 装饰灯具悬挂在半空 就像夜色下的点点繁星 杰克和凯蒂隔着玻璃席而坐 一起看着儿童动画 凯蒂十分感动 可杰克却高兴不起来 他希望凯蒂能抱着自己说出这句话 凯蒂知道这是奢望 病毒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身体 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请求杰克把自己的儿子喊来 杰克表面答应得爽快 可心里却痛得不行 他知道这是凯蒂要交代遗言了 孩子很快来到母亲身前 凯蒂再次表现出刚强的一面 一边忍受着剧痛 一边对儿子说道 成为你的妈妈 是我这辈子最美妙的事 以后的生活中 请不要再遗失去 因为这些都可以用回忆来填满 这番话像是透支了凯蒂所有生命力 随后就倒在床上痛苦挣扎着 看到杰克过来 凯蒂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杰克实在受不了了 他不想隔着玻璃看着心上人慢慢死去 于是穿着防化服来到隔壁房内 将吐鞋不止的凯蒂紧抱住 曾经的美好回忆再次涌现 躺在杰克怀中的凯蒂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再次道出心声 算是满足了杰克的小小心愿 不过随后他又迎来最痛苦的事 那就是亲手将心上人的尸体送进焚化炉 将凯蒂的人生彻底画上句号 转眼来到第二天 莱克斯的女友詹娜来到超市 想要购买一些生活物资 无意中遇到正在倒卖的警察光头 这人现在想钱想疯了 居然告诉詹娜 如果支付5000块 就能帮他逃出隔离区 主管掏出自己的私放钱 可夹在一起只够两个人出去 詹娜提出去楼里找找值钱的东西 光头可是支持已无患物的 最后几人幸运的在保险柜内 找到一件值钱的首饰 不过这够不够几个人的门票 还得找光头确认下 詹娜和维修主管再次来到超市 居然遇见老熟人杰克 原来他在痛失之汗后 意识无法走出来 想在超市买些酒喝 詹娜没有隐瞒杰克 告诉他光头有出去的办法 这让杰克也动了心思 他曾经答应过凯蒂 要带他儿子逃出隔离区 于是杰克找到光头 表示他这边也有两人要加入 可惜杰克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好在他很快想到一个办法 这个男人来到焚尸间 墙边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物品 这是焚烧完尸体后 男人特意留下的死者遗物 原本打算交还给家属的 可现在杰克急需用钱 只能取出一些贵重首饰 来换取逃出去的门票 其中一件还是女友凯蒂的 他也顺道取了出来 不过离开之前 杰克必须跟康纳医生说一声 他可是全村人的希望 此时的康纳医生很激动 没有时间理会杰克 因为他刚刚在小黑遍体中 提取出一种独有的干扰素 康纳觉得这是杀死病毒的关键 准备用它制造出新的病毒抗体 可就在这时 黑老大带着一帮手下闯了进来 大喊着要杀死康纳医生 原来隔离区民众 自从看了金发姐的新闻发布会后 全都将康纳医生荡成泄愤的对象 甚至还有不少人上街游行 要让病毒制造者康纳血债血肠 黑老大则干脆的多 直接带着手下来到医院 准备干掉康纳 杰克没有替康纳解释 而是从实际利益出发 开口告诉黑老大 康纳医生马上就要研制出疫苗了 如果你们留下来保护康纳医生 一旦疫苗出来 就会给黑老大一伙人优先注射 对方已经有利可图 立刻改变立场 从猎杀者变成了保护者 可康纳医生慌得不行 疫苗研制离成功差得远了 杰克表示这也是权益之计 否则你现在已经失去尸体了 而且杰克将带着凯迪儿子离开隔离区 黑老大正好代替他 继续保护康纳医生 康纳医生听完后更慌了 我还是希望你留下来 可杰克却分身乏术 他被完成对凯迪的承诺 当杰克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医院时 恰好看见一名医生拖着疲惫的步伐 叫住康纳医生 接着摘下头套 嘴角居然渗出血迹 显然他也被感染了 杰克劝医生别乱来 可对方情绪很激动 还在不停割血 一旁的黑老大健壮立刻开枪 病人虽然倒下了 但是血液却溅到了一名小弟身上 黑老大阴沉着脸 让主治医生康纳务必救活小弟 因为他是黑老大的亲弟弟 康纳医生没办法 只好赌一赌 准备给他注射新型病毒抗体 可惜这些还没来得及验证 死亡的风险很大 黑老大不管这些 如果弟弟死了 他将用所有的医生性命 给弟弟陪葬 此时的杰克矛盾极了 如果他就这样离开 康纳医生很有可能死在黑老大手里 那么病毒的研究工作 也将毁于一旦 可如果不离开 又会违背对凯迪的誓言 最终他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将凯迪儿子 托付给准备离开的詹纳 而杰克继续留在医院 保护康纳医生的安危 光头开心地点完钞票后 招呼众人准备开启逃亡之旅 隔离死城的第八期内容 到此结束 黑帮头目的弟弟 不小心感染上了致命病毒 主治医生康纳迫与压力 不得不放手一搏 他将无症状 感染者小黑便的血清 混合能够杀死病毒的干扰素 注入感染者体内 这种继维酒疗法 虽然没有经过临床炎症 但却是唯一的办法了 一系列操作下来 小黑便因为抽取过多蓄影 精神有些萎靡 而感染者也陷入昏迷当中 可没过多久 感染者开始剧烈抽搐 口吐白沫 接着就一命呜呼了 黑老大气的 想要立马掐死主治医生 好在有杰克及时出手 替康纳医生解围 面对黑老大的怒火 杰克只用了一句话 就成为乌化解 康纳医生千万万歇 还好你没离开我 杰克没有接话 而是说出心中疑惑 他处理过很多感染者尸体 可黑老大弟弟的死状 完全不一样 康纳医生立刻明白过来 干扰素排斥导致的 这说明新解药 已经成功杀死了病毒 只是其中的成分 需要适应人体环境才行 不过这得进行 大量实验调配 仅靠小黑便一个人的 血清远远不够 杰克开口询问 隔离区内的其他人 会不会也携带抗体 这样血清样本就足够了 虽然几率很渺茫 可杰克还是决定事实 他跑到街头上 见人就上前劝说 让他们去医院参加筛查 可现在所有人 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谁还敢冒着 感染的风险去医院呢 听完杰克的请求后 全都跑得远远的 结果没有一个人 来医院做检测 此时的杰克沮丧无比 眼看就要研制出病毒解药了 想不到却卡在这一环节 而隔离区外的主角 莱克斯已经调查清楚 造成病毒蔓延的幕后真相 正是金发界主导的一切 想不到对方 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莱克斯的推断 可之所以这么做 也有他的理由 生化武器在研究成本上 要比核武器低得多 可威力却小不了多少 他只要发现病毒 有变异的可能 就不会放弃研究 这也是抵御国家 免遭生化攻击的必要手段 莱克斯却无法理解 为了研究病毒 难道就能让无辜的人丧命 让毫不相干的人来背锅 金发界立直气壮 为了国家的安全 即使牺牲隔离区里的 所有人都在所不惜 就在这时 金发界接到一个请急电话 隔离区出现安全漏洞 有一个人逃出来了 金发界准备赶去现场处理 临走前他劝莱克斯 别急着找我麻烦 先对付那些病毒吧 莱克斯心系隔离区民众 只好暂时放下仇恨 和金发界一起赶到现场 原来是有一位隔离区的人 通过下手管道逃了出来 当时就被守卫射杀 莱克斯看出 死者根本不是感染者 金发界的意思很明确 只要是从里面出来的人 立即就地处决 并且立马火化 同时他还召集所有人 让大家务必消除安全漏洞 这是关乎千万民众的战争 随后士兵来到管道下方 原来所谓的消除隐患 就是炸毁所有下手管道 男主莱克斯觉得有些不妥 他找到军方上位 如果下手道里有人 不是全得悲剧 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奉命行事 打算在今天之内 炸完所有下手管道 其实莱克斯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他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的女友正穿行在下手道中 准备秘密逃出隔离区 市政下手道四通八达 好在组织者光头警察不是第一次走 他表示一直朝北 一位被买通的警察接应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爆炸声 这是军方在炸毁下手道了 可光头并不知道这些 认为只是在施工而已 众人心中难免有些疑惑 随后的爆炸声更加密集 甚至下手道都出现坍塌 恰好将他们来时的路封死 现在詹娜几人想回都回不去了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可他们很快发现 光头警察迷失了方向 正带着大家四处打转 头领上还时不时传来爆炸声 詹娜意识到问题麻烦了 此时他的男友莱克斯也帮不上忙 因为他也被麻烦缠身 来自金发姐的报复开始了 就在莱克斯想要阻止军方 炸毁下手道时 突然收到警队内务部的调查通知 有人举报莱克斯和隔离区里的人勾结 这才导致有隔离区居民 从下手道里偷跑出来了 莱克斯很气愤 这诬陷的手段太卑劣 只要能拿出去凿证据 就直接下逮捕令吧 说完后就气愤的走开了 内务部的人看他这么猖狂 立刻开始下死手 安排大批警察去莱克斯家里搜查线索 幸亏莱克斯的父亲留了一手 把一份重要的资料藏了起来 这里面有金发姐的罪证 以及莱克斯和他谈话的所有录音 原来莱克斯也不傻 早就留了一手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应该怎样将证据公布出去 交给媒体和警方显然不可能 父子俩同时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最有影响力的网络主播格林 莱克斯请求父亲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 此时的莱克斯脱不开身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之前有人逃出下死道 确实很可疑 或许真的出现内鬼 一番调查下来 莱克斯果然发现猫腻 他找到之前开枪击毙外逃人员的警察 一番威逼利诱下来 对方很快就招供了 原来他就是隔离区内光头警察的街头人 看到外逃人员打了个喷嚏 以为对方被感染了 所以开枪将他射死 这位警察一直认为 自己在尽力帮助隔离区里的人 逃出来的人都已经隔离48个小时 并不会给外面带来影响 莱克斯说万一逃出来的人 是无症状感染者呢 接着就劝警察赶紧收手吧 金发姐已经在安排人 炸毁下水管道了 对方已经立马慌了 此时下水道里 还有一批准备逃出来的人呢 莱克斯连忙找到金发姐 把光头警察帮人偷渡的事情 说了出来 现在他还带着人在下水道里 莱克斯想要金发姐停止爆破 他要把那些人都劝回去 金发姐有些理亏 因为光头警察是他安排进隔离区的 最终答应了莱克斯的请求 给他一个小时 到时候不管下水道有没有人 爆破将重新启动 时间不等人 莱克斯立刻召集手下准备进入下水道 这时候他父亲打来电话 失踪的格林找到了 莱克斯很激动 但他此时也分身乏术 请求父亲将证据资料交给格林 扳倒金发姐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在仇恨面前 莱克斯选择优先做好警察的本分 那就是进入下水道救人 由于下水道分岔太多 他让手下分头行动 说来也巧 那名街头人恰好遇到先行探路的光头 他此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 想让光头早点收手 谁知对方沦泻无比 知道事情败露 居然开枪将街头人击毙 接着就自己跑路了 而更巧合的是 莱克斯在一处转角发现几名潜逃者 可走近了一探 居然是自己的女友詹娜一行人 莱克斯本能地关掉对讲机 大声询问你怎么在这里 詹娜看到莱克斯后十分激动 我们没有感染 赶紧带我们出去吧 莱克斯好不容易将心情平复下来 随后便想起了自己的职责 他虽然很想和女友在一起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他们出去 詹娜有些无语 你到底想怎样 此时的金发姐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已到 可莱克斯还是联系不上 稍微犹豫后 让上位安排属下继续爆破 可就在这时 电视台曝光了一段金发姐的录音 内容全都是他私下里对莱克斯承认的罪行通话 原来这些资料全被格林传到网上 舆论一片哗然 媒体真相报道 与此同时 正在寻找抗体携带者的杰克 虽然遭受巨大挫折 可想到女友凯蒂生前对自己的无条件信任 决定继续努力下去 只见他拿出自己火化过的死者名单 来到人群密集的街道上 逐一念出死者姓名 随后又朝人群大声说道 他们也许是在场某位的亲人 难道大家就眼睁睁看着更多亲人死去吗 随后杰克又将病毒解药的需求重复一遍 请求大家参加筛查 找出抗体携带者 这番演讲发挥的作用超乎想象 在医院设立的临时咽血点上 远远看到第一批过来做筛查的人 居然是黑老大和几位手下 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室内 开始朝咽血点走去 现场顿时忙碌起来 黑老大而自愿充当安保的角色 总算功夫不负有行人 他们终于发现了另一位抗体携带者 是一位教会的神父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讽刺 他成了隔离区民众战胜病毒的新希望 而病毒制造者金发姐 也被安全局带走调查 曾经的安全卫士终于跌下神坛 即将接受应有的惩罚 爆破下水道的计划也被叫停 在那众人接受了莱克斯的建议 再次回到隔离区 只不过莱克斯也跟了进来 这样算是两全其美的做法 既没违背职业操守 也完全遵从了对爱人的心意 疫苗研制的工作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隔离区内的人不再只是等死 而是有了生的希望 隔离死城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 可能很多人觉得结局太过仓促 有种没拍完就被叫停的感觉 事实也的确如此 原本继续拍摄的第二季被砍掉 具体原因阿晴不便细说 大家娱乐看剧就好 有知道内情的小伙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